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為了感謝企業誠實報繳稅 並且配合稅務推動 舉辦了109年基歐營業人頒獎典禮 今年一共有60家獲得表揚 而其中新唐城有線電視 也因為配合政令宣導和推動簡訊帳單 電子發票獲得這項殊榮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舉辦109年 新北地區基歐營業人頒獎典禮 今年一共有60家獲得表揚 局長王秀忠表示 在新北市總計有243569家營業人 獲獎率为2.5萬 雖然较去年提升 但能夠從中脫穎而出 還是非常不容易 而這些獲獎者除了誠實開立發票 並且依法繳納稅券外 更不能有其他違規的情勢 都是相當守法的基油營業人 開立電子發票或者是統一發票 然後不能有逃漏稅的情形 然後也不能有預期申報銷售額的情形 那當然更不能有欠稅的情形 同時它也不能有違反 不管是環保啦 勞工啦 然後那個食安 衛生 各種法令的一個情形 所以是非常絕對的守法的營業人 獲獎者包括多家知名企業 其中新唐城有線電視也在這次的表揚之列 由新唐城有線電視業務經理王建宗出席領獎 他表示公司長期來配合國稅局的相關政策 像是推動簡訊帳單 電子發票以及政策宣導等等 配合這個國稅局呢 在我們這邊所謂的電子繳費這個部分呢 也大力的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在電子化帳單啊 還有我們所謂的行動繳費方面 那也都是一樣按照這個政府的政策 在大力的推動推廣 北區國稅局表示 公開表揚是對努力及合法經營企業最大的鼓勵 典禮上也邀請了新北地區會計師 記帳室 地震室等協會代表一同觀禮 見證這份獲獎的殊榮 另外還結合了青春競舞金曲表演 讓整場頒獎典禮洋溢溫馨歡樂的氣氛 記者陳小黛 采訪報導 位在新北市瑞芳區的中仁廟 是爪峰和新峰兩個禮的信仰中心 從103年開始協助地方辦禮老人共餐 並且透過瑞芳福人社的成立 結合地方士生的力量共同做善事 而在立委賴平渝和新北市議員林毅齊的引荐下 廟芳獲搬了厚德幼名總統匾額 讓在地人都予有榮焰 瑞芳區爪峰新峰地區早期都是農田 信奉寶怡大夫的中仁廟便是當地的信仰中心 當初的小廟因淹水牽制如今二樓的縣址 將近百年歷史自103年開始擴大愛心 與地方士生成立瑞芳福人社 共同以愛心回饋相禮 讓周圍里民備受恩責 周仁廟平常也在照顧弱勢族群 里民也常常來周仁廟參香 保余大夫也非常的靈驗 像去年跟前年也是有辦一些低收入戶 我們兩里的料理和新農戶 總共加起來三百幾四百幾的低收入戶 我們都有在做這些公益 回饋這些能力的利民 其實我也很感謝我們富人社這裡的大家的社員 因為畢竟我們說這個廟宇 你說要有那個公益那個力量 要集資的話 其實是要靠富人社一些國際的團體 我也要感謝我們的立委賴平瑜 跟我們的議員跟林一齊 我也麻煩地方士生幫我爭取 說總統送給這個貶子這樣子 30日這天由立委賴平瑜 新北市議員林一齊福祝 區長施育祥及各縣市公廟來賓 見證中仁廟或班總統匾額 後得用名四字 不只對資助弱勢的一舉鼓勵 也感謝廟方對地方長者共餐的協助 我們感謝中仁廟很熱心的提供我們這個新豐社區 我們老人共餐的服務 那最少每個星期四會有一次共餐 那在重要節日的話 我們中仁廟也會邀請地方的民眾一起來共餐 然後比如說普渡啊 是慶中秋 包括我們廟方主委 跟廟方的各位委員 大家平常都會非常的熱心公益 我們中仁廟不只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也是我們展輩 大家共餐 一起這個凝聚氣氛的一個好所在 我們也知道說上半年疫情 那當然防疫的措施 可能是我們政府跟民間疫情努力的結果 可是我覺得除了在這些措施以外 那個疫情的期間 那種民心的安定 很多時候其實都是透過 宗教或者信仰來撫平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其實中仁廟一定是發揮了它很大的功用 包含其實我們中仁廟平常都會辦共餐 或者說有很多的物資的捐贈 那其實在當地慈善這一塊也都是不以利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能夠來這裡 就是參與這個捷扁儀式 我是非常的開心 中仁廟除了每年在元宵節祈福繞境外 中秋節當天也會有還願的儀式 不僅請到汐止中順廟的保怡大夫 還有關渡媽祖 一同在爪峰興峰樑裡繞境 歡迎信仲當天早上八點共同參與 記者超好文瑞芳採訪報導 偏鄉地區的獨居長輩 常常因為一個人吃飯就吃得簡單 為了照顧獨老的營養均衡 新北市金山區公所 和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合作 連續五年為獨居長輩送餐服務 而終究連假即將到來 區公所和新生活促進會更是貼心 把長輩四天共12餐一次送到家中 不讓長輩的餐食因為廉價而斷炊 金山區公所 與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合作五年 為獨居長輩送餐服務 近來中秋佳節將近 面對長長的中秋連假 獨居長輩的送餐服務卻沒有跟著放假 每年新生活促進會都會在放假的前一天 將放假天宿的所有餐食準備好一次送上 而區長也在佳節前與新生活促進會 一起深入山區關懷獨老 送上秋節問候與祝福 因為也應景因為在每次週末假期 還有像這次中秋連假 所以我們除了會先送連假期間的代餐外 因為應景的關係 我們也特別有募集了中秋的物資還有禮盒 特別對我們這些獨老的區民 來獻上我們對他中秋的祝福 然後也藉著這個機會 和親自自證在禮物外 也來表達我們對他的關心 希望他們在中秋假期有個佳節愉快 新生活促進會與區長雙手帶著滿滿的物資 有一箱裝有乾糧的禮盒 還有一大袋加熱及時的食物 當然午餐時間快要到 當天份的熱騰騰餐盒也不能少 希望照顧到獨居長輩的營養均衡 把每一餐送到獨居老人的家中 讓獨居長輩不需要為了吃飯而煩惱 更避免下山到市區的周車勞頓 協會其實長期以來在服務北海岸的一些老病殘的一些朋友們 我們一向就是有一個目標365天天天的服務 即使我們的工作者因為要合乎勞基法 禮拜六禮拜天沒辦法上班 我們也一定會在放假的之前 把他這四天的連假 三四十二等於是十二份的餐點給準備好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愛是不打烊的 然後把所有的溫情送到該送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募集許許多多的物資 然後透過區公所的協助 讓我們能夠順利一起大家合力做社會服務 中秋四天連假一天三餐 光是放假就要準備十二餐的食物分量給獨居長輩 不只是送上滿滿的食物 要讓長輩不為食而煩憂 更加也要在中秋佳節前送上溫暖的中秋佳節祝賀 讓長輩們深暖心暖度過溫暖的中秋佳節 記者阿平和金山採訪報導 迎接中秋節 新北市食門區長林俊宏和里長們 一起帶著應景的柚子和月餅關懷獨老 希望在佳節前給予暖心的祝福與陪伴 中秋佳節將近獨自居住的長輩 無法感受到佳節的氣氛 為了要將中秋分為傳遞 食門區長與里長帶著伴手李柚子以及月餅 要前往獨具長輩家中 希望為長輩們送上佳節祝福之餘 也要給予最溫暖的關懷 對對對 那就是在中秋節就要到了 那公所為了讓我們這些獨居的長者 也可以感受到這個節慶的歡樂 所以我們特別跟里長還有我們公所同仁 一起到我們這些獨老的家裡面 自爭幼子還有中秋節禮盒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這個佳節的氛圍 那感受到這個社會的溫暖 獨居長輩看到區長的到來都相當開心 沒到合家團圓的佳節前 區公所都會擔心獨自居住的老人家 無法感受到佳節熱鬧的氛圍 也因為簡單過日子就隨便吃吃 因此總會帶來應景的小禮品 增添節慶的氣氛 而常常前來關心的里長 也代表獨居長輩們 向工作來表達感謝 這個阿伯是我們得茂禮一年 二三比 因為年紀九十歲了 跟一個 我們感謝紅蟳人來關心 感謝區長來關心 感謝社會國大家來關心 非常感謝您 里長與志工定期都會到獨居長輩家中關懷訪市 而過年過節區長更是會代表市長 前來致政秋節祝福 就是希望透過日常拜訪與佳節的陪伴 為獨居長輩帶來滿滿的溫暖 讓獨老的中秋佳節不孤單 記者奧品函 時門採訪報導 營養化碳終結者 納可獎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架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1.熱水器遷移至屋外 2.更換成強制排氣室熱水器 3.擔用電熱水器 納可獎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獅人不是老人的專利 這些長照2.0幾乎都考慮到囉 除了獅人身心障礙者 還有像未滿65歲 但是已經滿55歲的 原住民朋友 以及50歲以上的獅子症患者 都是我們長照2.0的服務對象 我也需要喘口氣啊 我快撐不下去了 1966 我是個案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 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出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做會愛台灣 做會愛台灣 做會愛台灣喔 全台灣好吃好爽地 好付口的地方 都在這裡 我們走回來 愛台灣 新北市芦州南北侧农业区开发载集 区内300多棵的大树去留备受关注 新北市议员理用月娥办理会刊 希望为这些老树请命 而市府的警官处则表示 依照新北市保护树木的自治条例 直径超过60公分的树木都需要保留 如果无法保留 则会交由全责单位提交移植计划 量测到树干直径超过150公分的大龙树 让新北市警官处人员相当惊喜 芦州南北侧农业区开发载集 为了保留珍贵的老树 芦州爱乡协会创会理事长杨念福 带领学生展开田野调查 发现开发区内有300多棵老树 为此新北市议员理用月娥特别办理会刊 希望为这些老树请命 让他们能被完整保留或安全移植 北侧农业区现在要中央开发 所以地方的人非常关心 实际上才有很多老树 那我们今天就是开始要来会刊以外 包括我们的城乡局 我们的农业局 我们的地震局 文化局 南安阳年虎博士有带领我们很多的学生 开始来做研陶 张大哥他自载就有四种树 有菊木 有杨桃 还有这一个小夜懒人 所以那个树种还蛮多的 蛮丰富的 希望能够把这些老树 或者这个珍贵的树种 或者原生种的树种留在炉中 新北市警官处表示 树干直径超过60公分的私有树木 都需纳入新北市保护树木自治条例的规范 原则上以就地保留为主 除非因工程需要 才会进行移植计划 我们超过60公分以上私有的树木 都是可以受我们的新北市树木 保护自治条例的规范 那原则上为了保护我们新北市的绿色资源 我们都是建议要原地保留 那如果有工程的必要的时候 或是有一些必要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移植 大树能净化空气 减缓地球暖化 绝不能因为开发建设 而遭到砍伐 希望在明代及地方人士的关切下 如中南北侧农业区的大树 都能被完整保留下来 记者罗伦宏采访报导 中秋节很多人都会烤肉硬井 新庄区万安里办公处相当贴心 特别准备了五公升的环保垃圾袋 要发给一千多户的里民 希望大家共同维护理念的环境 减少障乱 中秋节前夕 新庄万安里办公处好贴心 特别准备五公升的环保垃圾袋 发放给一千多户的里民 希望佳节烤肉时候 共同维护里内整洁环境 因为中秋节烤肉 发放垃圾袋 让他们能够装一些垃圾 我们有在宣导 我们里内总共有一千四百多户 所以我们有准备了一千四百多个垃圾袋 要发放给里民 里民拿着喜气洋洋的这张红色通知单 就能够领取到环保垃圾袋 无论这份小礼物如何 里长真诚心感动大家 此外还有一位里民 因为家中一时找不到袋子 原本想要外出购买 他谢谢里办公处设想周到 让自己的荷包省去了一笔小额的开销 本来是没有垃圾袋 要去买垃圾袋 刚好里长这边花垃圾袋 所以感谢里长 花给我们一个五公升垃圾袋 我们的环保环境 仍然有责 虽然天后不佳 但是前往领取的里民仍旧非常踊跃 里长游秀莲感谢工作团队 默默付出辛劳 让这项活动可以圆满达成任务 虽然落天 但是我们的里民也很踊跃 来领出五公升垃圾袋 也很感谢我们的林长团队 大家一起来帮忙 帮忙把这个垃圾袋发出去 游秀莲表示 平日就加强宣导之外 尤其配合佳节到来 发放最实用的环保垃圾袋 相信里民在欢度佳节 同时也能够做好维护环境 人人有责的工作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 为了让国小学童 体验多元课程的丰富性 新北市淡水区的中山实验小学 在课程里加了很多特色的规划 又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为了要在中秋节前 本期也让国小学童体验多元文化的课程丰富性 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实验小学 今天上午运用了课程 加入了许多的特色元素 让学习更有趣 校长表示 这一场中秋节越来越圆的活动计划 是希望透过活动方式 与各领域的结合 认识有关于中秋节的相关知识 同时也透过混零的分组活动 提供学生兼共学、互学与多元学习 尤其是主题学习的部分呢 有大部分的时间是跟社区做一个连结 那社区有教室也是我们课程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所以呢 跟社区发展协会结合 跟中山里、中寮里做区域的一个整合 是我们在做共鸣素养实验学校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趋力跟助力 我们社区准备了我们在地的那个 冬瓜跟烘梨组成的线 那教小朋友他们做烘梨书 很夯的烘梨书 那这个活动除了可以让小朋友来了解我们社区 很丰富的在地的农产品以外 那可以让大家感受中秋节佳节的这种气氛 校长表示这一次分组闯关学习 不是学校的额外课程 而是学生本来在这个时间 所要上的国语、自然、英文还有数学课 将中秋节的元素加到其中 来到教室外头 在校园里面学习 而中寮社区发展协会也带着长者居民一起加入 他们用农村元素制作凤梨酥 也让学生一起动手做 而学校老师表示 像是国语就会让学生找出有关中秋与月亮的诗词 拼出正确的排序 并且朗诵出来 而这个就是另类的学习方式 我们这一次呢是配合我们中秋节的活动 那把我们全校的学生呢 用意识分组的方式把全校学生一到六年级混组 那配合国语、数学、自然、音乐各个领域 然后把节庆跟节庆月亮有关的东西把它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在各站里面呢 大家都会学到这些不同的跟月亮有关的尝试或知识 我们今天传观的内容是数学、国语、自然 还有我们还有做一些凤梨书 好玩 现场还有用大花片与白板道具 要考验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 还有美学音乐欣赏 用音乐与开口说英语的方式来考验学生的语言能力 而另外也用常看到的巧克力饼干 让学生做出月亮的阴晴圆缺 而这个就是自然课程 学校也希望透过加入社区的农村 节庆到学生平常的学科当中 让多元学习更丰富也更好玩 为了照顾在地长辈的健康 新北市实定区永定里、林法俱乐部 每周三上午都会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提供中西医、医疗益诊 让老人家不用到市区来看医生 减少周车劳顿 实定区永定里、林法俱乐部就设于盛兴工旁 每个礼拜三上午9点到12点 常跟医院医疗团队都会派员前来提供中西医的疫诊服务 里长王金栋表示 透过定期的住点 长辈不用周车劳顿 就近就可以看诊 并且能够长期照护老人家的健康 交通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这边距离市区蛮远的 再来就是子女 一般的话都是长者比较多 因为子女都在外面 也没办法说有每个礼拜都为长者来做服务 所以设这个医疗站对我们整体的礼品来讲 是一大福音 实定区长李浩荣表示 目前区内里里都有银法俱乐部 再加上实定老人会 一共设有13个银法俱乐部 不仅让长辈可以有个适当的场所 能够聚会和交流 借由专业的医疗团队 完善了偏乡的医疗资源 我们有13个银法俱乐部 因为还多了一个老人会的部分在峰林 那这部分算是超过100%的 算达标 那在这个偏乡医疗照顾的部分 也很感谢像我们卫生所 卫生站或者是各个这个医院 都有定期来派注诊 像我们现在在盛行公这边 就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三 都会有这个医师来这边 中医 西医都有 幅员辽阔的实定区域区内 已经达成李里有银法俱乐部的目标 而这些据点让偏乡长辈 能够在地获得照顾 也因此拥有一个多元健康的银法生活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有警察 奸酸 大圣啊 千般无堂落跑啊 违规俊权拦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内 瞎鬼 亏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边哪有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俊权逃逸 重拔加扣罩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前政术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订阅 咨询专线您好 我刚剩下双胞胎 想请问一下 有什么补助可以做申请 你可以去申请生育奖励金 妈妈刚车祸 能不能申请请他很久住啊 如果我先生师兵 我要照顾我先生 没办法去工作 那我可以申请低收入户吗 我先生他刚入狱 我可以申请低收入户吗 中正路中正社区的赵先生 需要派人协助 我马上派人处理 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禁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禁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第二届云林咖啡马拉松 即将在11月22号盛大登场 结合咖啡和路跑 跑者在赛道上 不但可以欣赏到云林的在地美景 还有补给站提供最道地的骨坑咖啡 邀请民众一起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来场健康的咖啡慢跑 全台首创结合咖啡与路跑 第二届云林咖啡马拉松 将于11月22日热闹开跑 本次活动以打破常规 非您不可作为主题 搭上2020台湾国际咖啡节 与110年全中运的热潮 推广休闲观光与运动风气 跑者不仅可以奔驰在 有全台最美之称的 78快速道路花园 享受自然美景 沿途还有补给站提供 骨坑咖啡为跑者充电 为激烈的马拉松赛事 增添悠闲的咖啡香气 另外活动还特别邀请到 物跑明星宋晨熙 与超马选手林逸杰 担任活动宣传大使 我在这里特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想要跟我们的林逸杰 还有三层熙呢 一起在我们国道 78线快速道路上面奔驰 那又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 美丽的风光 又可以一边品尝咖啡 欢迎大家11月22号 就来到我们谷坑绿色隧道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半层马拉松 咖啡节的活动 秋衣健农想要运动强身 同时观光游玩的民众 不妨可以到云林参加咖啡马拉松 品尝在地风情 记者综合报道 游戏美市议员张景豪 举办的戏指区战斗陀螺PK赛 相当受欢迎 今年也吸引到许多的小朋友和家长 前来参加 而这次是采现场报名 而且免费 让小朋友可以一起热血开战 远离3C产品 这是去年活动的盛况 戏指区战斗陀螺PK赛 及闯光活动 一直以来很受到家长的好评 今年也是好多人来 一起来玩战斗陀螺级闯光活动 还有奖品可以拿 那我们第一名的选手在我们系纸白云国小三年级的学生 第二名跟第三名的选手分别都在我们重德国小的学生 那大家表现的都很有风度很有水准 那这些裁判都看了都觉得我们系纸 我们选手关盖云集真的是很棒 大家素质都很好 此次的冠军是白云国小的陈军灵 亚军和季军分别是重德国小的林幼城和李宇正 战斗陀螺很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也可以让家长和小朋友之间多了些互动 小朋友也不会一直沉浸在3C用品之中 那我们希望说小朋友来参加是鼓励他们远离3C产品 那同时这个公所跟锦桃合办 我们希望未来每一年都来办我们战斗陀螺的比赛 我们战斗陀螺的嘉宁华 让小朋友不要每天沉迷于3C 亲子活动的方式推广 去年吸引上千人到场 而今年活动一样精彩 免费参加还人人有奖 家长们希望可以年年举办 也可以让学童们远离3C产品 欢迎大小朋友走出户外 一起来战斗陀螺决胜副 记者李嘉文细子 采访报道 位在新北市瑞芳区瑞平公路上的八仙宫 祖寺五谷先帝 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今年在节余里 办公室和新北市议员林逸奇的争取下 下半年已经有免费巴士 每天两班往返 而在中秋节 八仙宫除了有精彩的庆祝活动 也特别成立了促进协会 要推广八分寮地区的药草文化 和茶叶的文史工作 瑞芳去节余里的八仙宫 位在瑞平公路上的山区 不仅看得到海上宛如黄金属的吉隆雨 一旁的山峰更似元宝的形状 相当引人注目 而这个超过百余年的庙宇 透过整修与环境美化 希望成为节余里的宗教文化亮点 来这里风景也非常漂亮 我们这里新春也非常敏感 所以有人要求宅 求宿度 求身体 来我们八仙宫就非常敏感 不用走到像风景 去跟人家客车 搭车搭路 所以我们水峰最近 就有很好的新农大帝 在给我们比喻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来这里参观 来这里参与 来这里与学 都有很好的感应 为了推广主神五谷先帝的精神 八仙宫将在10月1号中秋节晚上 成立促进协会 除了将发展药草食农教育 根据文献记载 全台第一棵种植茶树的历史记录 也希望透过协会发扬传承 当天除了有摩采活动 更有免费接驳巴士 接送上下山 欢迎各地民众能共同来盛会 这边还有一栈 和如果路有回到 也可以随着 那个灰熟 它就能停车给您接送 八仙宫在我们瑞芳杰里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一个 非常香火鼎盛的庙宇 那么一定农历八一十五 要举办中秋晚会 欢迎各位乡亲 勇烈的参加 那么这一次有非常精彩的摩采活动 要给各位抽奖 欢迎勇烈参加 八仙宫卫楚山区 除了在中秋节活动 有巴士接送外 自下半年开始 在新北市园林一起服务处 与节鱼礼办公室的争取下 平日早上九点十分 及下午三点十分 在区民广场 都有F803免费巴士可供乘坐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参拜庙宇 顺道欣赏八分寮美景 与农业文史 记者超好 我们瑞芳采访报导 艺术家陈伯宇 首度在新北市立图书馆 新店分馆 发表全球首创 以活体胎显为主角的 画镜生态艺术 现场也举办讲座 分享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 壮阔山景 碧绿苍翠 山间云雾缭绕 仿佛仙境般 不过你能想象吗 如此美景 竟然是以苔藓创作而成 艺术家陈伯宇首度 在新北市立图书馆 新店分馆 发表全球首创 以活体苔藓为主角的 画镜生态艺术 苔藓生境壁挂 名为大山云涌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苔藓这种植物 现场也透过讲座方式 与民众分享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 青苔它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物种 那用它来表现这个山体的感觉 我觉得它是非常好可以呈现 它不管是它比例上面 或是它自然生态 在这个意境的呈现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素材 陈伯宇说台湾一共有1500多种苔藓 因此一开始从研究物种 生长环境到真正投入创作 花了相当多心血才完成 当中也遭遇过不少困难 像是如何维持苔藓在室内生长时 所需要的湿度 温度 光照 种种因素都是难题 这一幅作品大山云泳 这是第一幅它是全景开放式的 所以它在湿度的上面 它有很高的困难度 也是我们经过这个机构 一直不断的在测试 然后失败在测试 然后再者就说除了维持它的湿度之外 还有就是它的介质 符合台湾生长的介质 然后温度 对 这些种种 还有光谱 对 光源 它都要在它的考虑之下 它在室内长得很好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建分馆主任梁静贤表示 第一次接触到苔藓艺术创作 让他十分惊艳 而这幅创作能够在试图呈现 对于阅读来说是相得益彰 看到这个大山云泳的苔藓的壁画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阅读 就是可以让我们沉浸心情可以获得沉淀 可以去做一些另外一个层面的人生的思考 根据研究 台湾有着进化室内空气 甚至是制造氧气的功效 不论是在观赏或是环境品质的提升 都大有助益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 车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化 仪等就对啦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操战 电线不滚绑 圈置方法比较安全 擦头不潮湿 铺损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擦头 电气周围不放有凉物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 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前章 电气火灾的前章 好闷哦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丢啊 有什么关系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 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个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 路落下草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缘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違反廢棄物欺凝法告發 除以1200到6000元罰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關心您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將近一年 全球確診人數不斷增加 但台灣的疫情卻控制得宜 感染人數極低 人民的生活也陸續恢復正常 除了政府防疫政策奏效 民間企業全力配合防疫 也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台北大寬屏旗下的金平道有限電視 因为严格落实各項防疫工作 并且配合政府宣导防疫资讯 因此获得的总统蔡英文 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颁发了国家勋章的表扬 肯定企業支援防疫的贡献 打开烫有防疫国家队字样的盒子 金色徽章上刻着总统蔡英文 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感谢金平道有限电视 支援防疫的贡献 这是对企業的最高荣誉肯定 防疫期间不管是客户来到金平道有限电视办理业务 或是员工进出都必须先通过红外线体温量测仪 并确实测量额温以酒精消毒 民众办理业务时也需全程佩戴口罩 等后座位也保持间隔 工程人员出勤期间也全程戴口罩 和弱时消毒工作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不管是在柜台提供酒精消毒或量测体温 我们做的规格是跟机场一样 只要客人经过有温度过高的话 我们都会有告警 这是在柜台的部分 那我们到客户家里面装机或维修的时候 工程人员都要求配来口罩 也有确实的执行 金平道有限电视总经理王建文表示 有限电视业者全力配合卫福部政令 定时在各频道播送防疫跑马资讯 让收视户能够迅速获得各项健康和防疫讯息 加强自我保护观念 主要是我们配合政府单位 把所有政府需要传达给我们各订户的 防疫资讯一字不漏的定期 可以在我们的跑马上面露出 还有各个媒体上面我们也配合露出 所以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政府可以发给我们这样的徽章 那我们也会持续后续的呢 在遵守国家需要的部分呢 在适当的把讯息跑马 然后或者是用各样的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定户知道我们防疫所需要的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将近一年 全球各国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但台湾疫情却控制得当 感染人数极低 人民生活也陆续恢复正常 除了政府防疫政策奏效 民间企业全力配合防疫也起了关键作用 金频道有线电视总经理王建文强调 不会以获得国家勋章自满 未来将持续督促全体员工 落实防疫工作 配合政令宣导 成为企业防疫的表率 为了让台北市南港地区的民众 能够更了解辖区内的治安状况 南港警分局特别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社区治安会议 邀请来宾分别针对了英法族诈骗 青少年犯罪等内容进行报告 防疫方面更是超前部署 希望除了维护治安以外 也能够为防疫尽予奋力 南港国小武师团一出场 精神抖手的气势振奋人心 也宣告一年一度的社区治安会议正式开始 希望能借由会议 让更多在地市深和民众认识 治安规划以及宣导重点 借由这样的会议 我们可以让民众来做一个宣导 比如说对于防窃的一些宣导 反毒 反诈骗的宣导 对于一些新兴毒品的一些知识 能够让大家都明了 然后借了协助我们警察 来做一些犯罪的侦查 无论是里长 议员办公室代表 或者是各单位代表 全都聚集在南港分局大礼堂 现场除了由侦查队长 邱桂美报告辖区治安状况 也邀请玉城里长黄冲志 讲述推动里内引法活动内容 以及少府主社工 说明年轻人的犯罪问题 内容丰富又有意义 大型的商场或是大型的建筑物 不去完工之后 这个南港地区会越来越繁荣 我们会向上级来征请更多的警力 然后来增加我们这个侦查犯罪 跟维护交通的一些强度 防疫期间南港分局更是超前部署 在入口处除了设置热显像仪 还有儿童守温显像仪 希望除了在维护治安之外 也能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介绍长黄华采访报导 迎接中秋连假 回应长辈们的问候 常常是晚辈或是孩子们的烦恼 台北市民政局和彩虹平权大平台协会 共同推出了晚辈图产生器 透过创意的文案和贴纸的编排 创作专属的晚辈图 回穿给长辈们表达关心 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台北市吉祥物雄站挑选贴图样式 设计专属纠结应景术贺图 这款由知名插画家设计的动态底图和贴纸 不只色彩缤纷 人物也十分可爱 敢在中秋节上线的晚辈图产生器 就连知名的同志网红都大理推荐 我妈很爱传长辈图给我 她真的很爱就是可能早安晚安或逢年过节 所以我这次就决定要拿这个图来袭击她 做一个反棋这样子 对 然后身为另一个儿子 我也很常收到她妈妈的晚辈图 你妈也会传给我 我们讲好像只有我收到一样 对 所以这产生器我觉得很棒 大家都可以 不管长辈可以玩 晚辈也可以玩 就是互相攻击对方 以往都是长辈图发动攻势 现在改由晚辈逆袭 台北市民政局和彩虹平权大平台协会 特别举办创意性评金剧募集活动 把十句感性的句子 放进晚辈图产生器 让大家选用 表达对长辈的关心 尤其是同志 或者是同志家庭 基本上跟父母的沟通 其实跟一般人 有他们之间的一些更需要注意的 也是他们有一些内心上需要 父母能够理解的 所以透过晚辈图 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晚辈图产生器搭起同志和家人间沟通桥梁 尤其在中秋温馨团聚的日子 能够把爱说出口 拉近和长辈间的距离 为让社区的关系更紧密 台北市信义区公所 埋合了松山文创园区和临近的新雅国小 举办了绘制文创笔带活动 除了带领他们进行园区导览 还让他们发挥创意 绘制个人笔带 需要让学生认识古迹之美 兔子 烟囱 电竹 雨伞 新雅国小五年级学生 正忙着把松山文创园区的景色 画在笔带上 成了独一无二的个人文创笔带 也让这些小学生感到非常的有趣 好玩 为什么 因为可以参观还有可以画笔带 那时候刚好有下雨 所以我也画了下雨 然后我有看到很多棵树 我画了两棵树 很好玩 怎么说 因为可以参观 可以参观 然后还可以听老师讲历史 新义区公所 媒合松山文创园区与临近的新雅国校 举办体验文创绘制笔带活动 邀请五年级的学生参与 除了认识松烟的环境之外 也提供空白的棉纸笔带 让学生们尽情涂鸦 笔带对小朋友来讲是实用的 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 今天所有的 画出来的这作品 至少可以让他们每一天陪伴他们 他们会记得来过松烟的美好时光 透过老师的介绍呢 他就会比较知道说 原来松烟的历史是什么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设施在这边 那了解了之后对于这个 在地的认同都会有所帮助 松山文创园区定期都会邀请临近的国小前来 除了介绍松烟 还会进行手作教学 希望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也让更多年轻一代认识松烟古迹的故事 社区互动更为紧密 网络时代兴起民众常在网络上分享资讯 有数据业者分析有 就针对民众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和资讯进行观察 发现台湾近期房市声量不受新冠肺炎影响 在第二季大爆发 另外在区域声量的表现上 新北市排名第一 而最热门的搜寻关键词 则是打房和炒房 房价热度也持续攀升 跟着网红开箱 双面采光主卧室 无街轨地毯跟浴室双面盆 靠着公开网路资讯 让网友得以一窥豪宅的真面目 包括网站社群跟留言讨论 有房地产媒体代理商结合的数据分析业者 发现在Facebook PTT Mobile One YouTube 以及Lite Today 这五大网站平台 过了今年二三月份的低迷讨论期 在今年第二季六月达到全年新高 那因为我们每天处理的量 大概有将近六十亿个字到七十亿个字 没有办法用人工处理 所以我们也是用最新的AI 语意分析的方法来做筛选 那这样筛选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及时的可以掌控 每天到底有多少 在房地产上面的讨论量 然后来做后续的分析 调查也发现 人口密度 推案量跟交易热度 是影响区域网路声量的关键 在区域声量上 新北 台中与台南声量位居前三 而在热门关键字方面 搜寻热度高的打房 炒房 取代以往的首购 另外重划区建案也成为搜寻热词 短期的未来 那个房地产一定会再往上走 所以今年它不是说31万户吗 我们是认为是可执行的 因为真的是消费者 你看到声量是往上 然后你再看卖的 也真的是往上 所以我觉得它是正相关 还是很多人买不起房子 那他们还是有些情绪化 那我们做广告的时候 要怎么样注意到这些小地方 随着目前低利率 加上热钱涌入房产 业者普遍干好后事 由于疫情来袭 造成了很多产业面临转型 一向被视为传统产业的房地产 也打算透过新的媒介工具 跟消费者做正向沟通 记者顾餐有台北采访盟导 新闻最后来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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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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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